大家好,我是月寒 在之前的一些作品当中呢 我和大家分享了几句对联 也有很多朋友呢非常感兴趣 在我的评论区里呢 也对了自己的下联 今天呢,月寒再和大家分享一个 千古绝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起苏东坡 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 那在很多史料上记载 当时还出了一个苏小妹 虽然后人也有说苏小妹是虚构的人物 也有人说是苏氏的姐姐 但是呢,不管怎样 至少是有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的 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文学素材 说是苏东坡这个妹妹呢 非常的聪明 有一天苏小妹生病了 那哥哥苏东坡给她煎药的时候呢 好朋友佛印来找苏东坡聊天 那说到了佛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版的 《三生三世世力讨华》呢 约翰觉得苏小妹苏东坡 苏东坡和佛印之间的关系呢 就好像是白浅 还有白真和哲严三个人的关系一样 互相伴随又互相关心 那我们接下来看 苏东坡和佛印呢 他们两个好久没见了 那两个人呢 自然是有很多话题要聊的 就像我们闺蜜之间要见面 就有很多话要说 那一下子呢 竟然忘了给妹妹送药了 一聊天给忘了 苏小妹呢 这个时候就在床上大声地说了一个上脸 清水池边洗和上 浪金葫芦 那和尚不用多说了 自然指的就是佛印了 而且这句上脸呢 不光一处骂了佛印 后半句的葫芦呢 也是暗指佛印的光头 就冲这一个上脸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苏小妹不是好惹的 那这部呢 听到妹妹这么一说 苏东坡赶紧端着药就过来了 那这个时候佛印就惨了 不光挨了骂 还得对出下脸 那佛印呢 这个时候在外面想了很久 也没有想出来 抬头看见苏东坡端了药碗 那邀起了必杀帐 要给小妹喂药 此经自警呢 佛印 灵光一现 说必杀帐里做家人 烟龙烧药 家人呢 这个词就是来夸苏小妹的 烟龙烧药呢 是说药里还冒着热气 也是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意境 那听佛印这么夸自己 苏小妹呢 是非常高兴的 心里很开心 一口就把这个药 给喝了一个精光 那我们看这幅对联 一个是讽刺 一个是夸赞 也是很有张力的 那我如果说 换成是你的话 如果你是佛印 你会怎样接苏小妹这招呢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里面 和我一起探讨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